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味着你的大脑运作的方式和你单语的朋友不同 怎样才叫真的会一种语言? 语言能力通常以说和写两个主动部分 以及听和读两个被动部分来衡量 平衡双语的人,两种语言的掌握能力是接近的 世上大多数的双语者以不同的比例了解和使用他们的语言 根据他们的状况和学习每种语言的方式 双语者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让我们以Gabriella为例 她两岁的时候,家里从秘鲁移民到美国 作为一个符合双语者 Gabriella对一个概念的两种语言代码是同时发展的 她同时学习英语和西班牙语 来理解身边的世界 她十几岁的哥哥从另一方面来说算是协调双语者 用两组概念理解世界 在学校学习英语 在家还有跟朋友是说西班牙语 Gabriella的父母可能最后一种 从属双语者 通过他们的母语来学习第二语言 除了口音和发音之外 所有类型的双语者最终都能通过学习流利使用语言 因此,如果只是随意观察 他们的差别并不明显 但是,最新的大脑成像技术 让神经语言学家得以窥见 学习语言对双眼者的大脑有哪些影响 众所周知 大脑的左半部善于逻辑过程的分析 右脑则是在情感和社交方面更活跃 不过,这是程度上的问题 不是绝对的划分 事实上,语言和左右脑两边的功能都有关联 随着年纪增长 大脑发展会侧重一边 这是关键期假说的来由 根据关键期假说理论 小孩学语言比较容易 因为他们发展中的大脑较有弹性 让他们同时运用左右脑学习语言 大部分的成人的语言学习是侧重于左脑 如果这是事实 在小时候学习语言更能掌握社会和情感脉络 相反的,最近的研究显示 在长大着学习第二语言的人 在第二语言上面临问题时 会采用更理性的方式 相对于母语比较不会有情绪偏见 不过,不论你何时学习语言 多语能力都能给予大脑相当好的益处 有些甚至看得见 像是大脑中的灰质呈现较高的密度 包含脑中的神经元和突出 投入第二语言时 大脑的特定区域也会更活跃 而双语者大脑中生受到的锻炼 可延缓一些疾病的发生 像是阿尔茨海默士症和痴呆症达五年之久 对于双语好处的认知 现在看来似乎很直观 早期却会让专家们感到惊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 人们认为双语会阻碍儿童的发展 因为它迫使儿童花费太多精力区分语言 这一观点主要基于有缺陷的研究 虽然最近的一项研究确实表明 在跨语言的测试中 有些双语学生的反应时间和错误都增多 但它也表明 转换语言需要更多的心力和注意力 将触发大脑更多的活动 并有可能加强被外侧前额叶皮层 这是大脑用来执行功能 解决问题 在不同任务间转换 和专注在过滤不相干信息的主要部位 因此 双语可能不一定会让你更聪明 但确实会让你的大脑更健康 健全和更能专注 即使你小时候未能学习第二种语言 帮助自己永远不迟 跨语言就从Hello开始 到Hola Bonjour 或Connichiwa 这样我们的大脑做一些小小的运动 从而带给我们长远的帮助 讲多种语言对大脑有益处 观看这个视频一探究竟 点击订阅 每周学习新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